一滴水的价值 小沙迷在田园中将一桶水往地上倒 老和尚刚好路过 于是便问道 你为什么把水倒在地上呢 师傅 这是我刚刚洗东西剩下的一点水 我把它倒掉啊 那你知道吗 一滴水浇在花草上 花草剩下滴水的滋润就可以吐露芬芳 一滴水送给焦壳的女人 女人可能因此而得救 一滴水也可以汇聚成空派的江海 一滴水也可以让森林生长茂盛 所以啊 我们不可以因为滴水的微笑而侵蚀它 我刚刚没有想到那么多 原来一滴水有那么多用处啊 嗯 所谓滴水之恩用权以报 一丝一律和念富力为坚 一周一番 当思来处无异 了解一滴水的价值 我们才会了解来自于家人朋友 社会大众这么多的点滴因缘 万种恩情都聚集在我们身上 师父 我明白了 父母亲养育我 师父教导我 信徒爱护我 我身上也接近了很多的恩情 所以 我也要用善行来回报咯 错 给的价值 这一天以后 空暗下起大雨 小沙鸣在门内望着通风 这时 门外传来一阵阵小猫 软软的叫声 小沙鸣随着声音往门外瞧 一只被雨淋湿的小猫 在门边望着它 你一定是肚子饿了吧 说完 小沙鸣便转身回到屋子里 不久 小沙鸣端着一碗粥走出来 将碗放在小猫身前 小沙鸣对着小猫说 小猫咪 这碗粥给你吃吧 小猫开始低头吃粥 小沙鸣静静地在一旁看着 小猫很快就吃完粥了 这时 小沙鸣伸手想抱起小猫 结果 小猫却一溜烟跑掉了 小沙鸣一脸错愕歪在原地 此时老和尚正好走到门头 怎么了 师傅 我刚刚喂猫咪吃粥 可是它吃完之后却不理我 给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事 我们一生接受了别人给予我们多少姻缘 我们也应该给予他人一些姻缘 而真正的给是不求他人回报的 就如金刚经所说的 无相不失 那才是最高的境界 你刚刚已经做了一件好事 你应该高兴才对呀 嗯 我知道了 下次再看到猫咪 我还是会很高兴地给它吃东西的 是啊 这个世界就是因为别人给我们 我们再给别人 才能让善音善缘广回流传 让万物欣欣向荣 生生不息呀 操之在我 某一天 小沙迷一脸难过地跑去找老和尚 向老和尚诉苦 师傅 小土豆他们一群人在讨论什么 什么操之在我 可是我听不懂哎 别难过啊 为师呢 说个故事给你听听 有一天啊 地狱里的赵判官 到了杨坚 跟甲仪两个园外说 你们两个寿命 都只剩下三个月 三个月之后呢 我会到你们府上摇灵 在摇灵身中 你们将随我而亡 啊 那后来呢 后来 这个甲园外回家之后呢 望着自己的财宝 每天茶不思 饭不想 另一方面呢 一元外却觉得 反正他的万贯家财 也快用不到了 于是啊 开始为乡里造桥铺路 既贫旧困 结果呢 是啊 三个月很快就到了 赵判官来到贾府 甲园外的身体呢 早就因为忧郁 而非常衰弱 赵判官还没摇灵呢 甲园外就到底过世了 而以园外啊 因为做了很多善行 村民都来感谢他 一时之间 满庭若市 热闹不已 结果呢 任凭赵判官的铃啊 摇着在响 他也没听见 于是一元外呢 又自在地哭下去了 我懂了 不要因为一点不如意的小事情 就心情烦闷 也不必因为人家的一句赞美 就高兴半天 这就是操之在我 没错没错 人生的前途 得失不乐 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不由他人 这就是操之在我的道理 要忍衣食之气 这一天 老和尚在户外跑箱 远远看到小沙民一个人在池塘边 神情不悦 脚踢着石头 老和尚于是走上前去问道 怎么了 和朋友吵架了 师父 小土豆他们刚刚取笑我 我跟他们理论 他们还骂我 我再也不跟他们玩了 你要懂得忍衣食之气才好 忍 他们那样对我 我为什么要忍呢 忍辱是人生最大的修养 一个人只要能够凡事忍耐 不成逆时之气 必能成功立业 你看 三国时代 周瑜因为经不起诸葛亮的三气 结果断命身亡 相反的 汉朝的韩兴 能够忍受胯下之辱 力士奋发 最后成功辅佐汉王刘邦 成就罢业 所以啊 忍与不忍 真的影响成败很重大哦 师父 我知道了 往后要是有人欺负我 毁骂我 看清我 我要学会避开他 不理他 忍耐他 这样才会像师父一样 成为一代高僧啊 忍耐是智慧 是力量 更是慈悲 所以忍呢 是成功必要的修养 是力量 在 ting费 终于这种 终于童的 终于 其他成功能 по一种 终于